欢迎收听世代对话Podcast节目 一起掌握本周原住民组的焦点时事 哈喽大家平安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新闻评论员 是我们布农组在节目来当实习生的马昆迪 获得广大的好评跟回响 谢谢大家我回来咯 怎么会说你回来呢 听说你上次是去了某个很特别的国家 对啊我去了全台湾人最想要去的一个观光国家 叫做柬埔寨 去出差啦 那你爸妈会不会很担心你去这个地方 他们很担心 我妈妈知道我去柬埔寨 她就非常担心 然后跟我所有的姨妈什么叫我不要去 我说我是去出差 对她很担心说你就是被骗了 对对对 然后我说没有我的器官都在 我的器官都在 我是认真的啦 其实柬埔寨我觉得算是一个文化古国 对 我其实蛮 我觉得喜欢历史的人 然后喜欢那种佛教遗迹的人 肯定要去柬埔寨去一下 五哥窟真的 我觉得真的用神奇奇妙来形容 怎么说 就它非常的大 就是大家可能想到就是 五哥窟就那个庙区有没有 因为五哥窟它的意思就是 庙的城市 庙与城市 就是它这个城市是以庙尾中心 对 建造的 对 然后有很多 它以前有很多的国家的那个更替 所以有什么城墙啊什么的 我觉得去五哥窟是此生必去的 但是呢 我也做了今生第一次做的事情 我吃了特别东西 对 我有看到你的这个FB的这个直播 对我就吃了蜘蛛 因为其实在东南亚国家呢 吃吃昆虫其实对他们就是点心 对 所以我就吃了 开会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就给我 这个不是一般的昆虫 我知道有那个 那个炸猛 有炸猛 对然后一个是狼猪 对狼猪 就很大的那种蜘蛛 对感觉还有毛的那种 对脆脆的口感 然后呢在这边还有怎么样的一个学习吗 我觉得我在柬埔寨的时候呢 当然各位哦 就是去柬埔寨的时候 当地人也会要你小心一点 就是你的随身物品 还有就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小心 就是你在公共场所 拿手机自拍这件事情 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路上真的会有飞车档 就是看到你的手伸出来 他就把你的手机拍掉 或是抢走 对 我身边就有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人 她在柬埔寨工作的时候 她的手机被抢走两次 然后有一位是台湾女子 去柬埔寨出差的时候 她就是被拖行 她的包包被拉走 对后来她后来就辞职了 你同事吗 不是我同事 但是是我认识的朋友 她就辞职了 但是我要说 其实我自己啦 然后我觉得听到这种故事 你会觉得很可怕 可是事实上我去柬埔寨 因为我去金边跟仙利 两个城市 对 我觉得就是城市 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可怕 但是真的 我觉得还是要存一个心 就是说我小心自己的随身物品 这样就好了 不要过度害怕 像我回来 我回来台湾之后 我在路上 我有一天早上去买蛋饼 对 我突然把我的手机 就是 收起来 收起来 然后我就想 我就很害怕 因为旁边有摩托车经过 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才刚从 金边山外来 我忘了 我在台湾 其实是很安全 在路上滑手机是OK的 那我可以体会到很多国外的人 他们说来到台湾的 这个Culture Shock 对 原来台湾这么安全 是真的 真的 对 那我们应该好好来习福 而且路边摊也是很安心 我在 我在柬埔寨 就是 因为是 毕竟是出差 不敢乱吃东西 对 好的 感谢这个马昆地夫来分享了 这个上周 或者说之前去这个柬埔寨的一个分享 没错 不过我们要回到上一次 应该是我们的第二集吧 对 马昆地夫有介绍一个 我的名字的来由 听说 听说被某个民众纠正了 他不只是民众好不好 他是民族学的学者 好的 对 就讲到这个 你上次说你的那个名字 马昆地夫的马是我们 我那时候是说啦 马昆地夫的马是我们 就是 浊青部落那边 独特的一个叫法 后来 因为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昆地夫嘛 对 对 其实我当时也有这个想法 不过我现在讲是有点马后抛 对 没错 没错 因为我自己舅舅就叫做马昆地夫 对 所以其实 我们刚刚在讲嘛 你刚刚说轻音左音嘛 我们在浊色 H 昆地夫 我们在那个 暖色 马昆地夫 对 所以其实你听到这个消息纠正的时候 你应该也感觉到自己不是异类了 对对对 我觉得原来我一直都是正常人 我的名字就是正常的名字 我觉得好像被接纳了 我终于可以融入布农组了 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 很特殊的一个存在 对对对 即使是特殊的存在名字 也没有什么不好 也是啦 对对对 可是重点就是因为 是外面的人说我的名字很奇怪 好啦我们讲太多了 我们要把重点回到我们今天的主周 好的一开始呢 要先来关注本周的原住民族重点新闻 那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原市daily 每日新闻的话呢 可以发现在这个礼拜呢 有很多这个攸关原住民族生活文化 还有土地议题的法案呢 是陆续的通过 那我们先来看到呢 是在5月26号 在朝野党团 公司团体 还有行政部门 历经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下呢 原住民族健康法 是终于在立法院完成了三读 那这也是台湾落实 原住民族健康权 改善医疗照护不均等权力的 重大里程碑 那原建法的通过呢 是让原住民族健康权的实践 从计划层次提升到了法律位阶 而整个条文是共计16条 好那几个重点呢 来分享一下呢 第一个就是要指定 会指定这个专责单位 来办理原住民族的健康事务 第二个是明定召开 原住民族健康政策会 那第三点呢 鼓励大专校院 融入原住民族健康事务的 文化安全课程 而当中 也在这个法条呢 针对了文化安全来做定义 并且要规范文化安全课程的 相关办法 那文化安全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强调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原住民的 医疗照护呢 要有这个文化敏感度 我们不要去忽略 这个不同文化的文化背景 所造成的一些差异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了 不过针对这个原建法的讨论呢 我们在这个世代对话的 电视论坛 还有podcast节目当中 都有做过全面的讨论 那欢迎大家呢 可以上网来订阅跟了解 对啊 如果想要更了解原建法的话 就经我们世代对话 去看世代对话之前的节目 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听第二则 就是你精选的 这周的原住民大事 好 不过这个其实也都是系列啦 然后除了这个原建法三读呢 另外一项跟原民有关的法案 也是在同一天 五月二十六号的立法院呢 三读通过了 矿业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 那特别删除了展现的霸王条款 而总统蔡英文呢 也在二十八号就po文表示呢 这一次的修法是 政府要加强矿业管理 跟保障原住民族权利的决心 那这一次的修法是 总共有六个重点 六大重点 分别是这个删除霸王条款 还有这个增定停止采宽要件 不办还评 跨部会查核机制 原住民族资商同意指引 以及回馈机制 而第一个是要删除的霸王条款呢 就是之前的矿业法就规定了 政府对于矿业公司申请矿权展延 都是采原则性核准 那如果申请被驳回了 这个业者呢 还可以求偿 而且当地主反对矿业公司 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呢 矿业公司还可以提存地价 租金或者是补偿等方式 来申请主管机关被查之后 那不管地主同不同意呢 这个矿业公司都可以先行使用土地 那这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 那再来呢 这一次也重新来定义这个矿业用地 从原本仅有的这个面积概念呢 来新增开采总量跟最终高层 那如果这个业者开采到了 当初核定的高层数量呢 就必须来重启所有的申请程序 另外呢 这一次也明定了新的矿业用地呢 如果是位在原住民族土地 而业者应该在这个矿业用地 核定之前来办理原民资商同意 如果既有的矿业用地 都没有来办理过这个资商同意呢 也必须在新法实行后的 一年之内来办理 如果没有办理呢 都将废止矿业用地 那以上大概是整理了 这次矿业法修正的重点内容 那当然呢 还有很多的细节 未来节目上呢 还有机会可以再做讨论 而另外呢 在5月29号呢 也三读通过了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案 那当中跟族人息息相关的 地热专章呢 也加入了原住民族资商程序 让开发业者有这个法源依循 同时也可以维护 原住民族人的权益 那我们根据这个工研院 发布的地热探勘资料当中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地热区呢 都位在原住民族土地 除了大屯山地热区呢 不在原乡地区之外 那其他呢 可以看到像是在清水 土厂 庐山 瑞穗啊 安通 还有东部 资本 金轮呢 有很多的这个地热区呢 都是位在原乡的地区 所以未来如果有集团 想要开发地热资源 都是必须经过当地 原住民族部落的同意 你说好不好 我觉得当然非常好啊 也非常的必要啊 因为毕竟原住 我们的这个族人呢 住在这些地区 肯定生活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也都会知道 就是在这个自然资源的使用上面 很多时候经过我们的土地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那现在有这个智商 同意权的行驶 我觉得是蛮好的 我哇 这一个礼拜真的是 不断的在赶通过这个法案 不过也不是赶啊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 已经协调很 有些是协调很多年 像矿业法 对 对那我们就期待咯 就是这个法的快点施行 然后让一些能够尽快上轨道 的时候赶快上轨道这样子 对的确 他可能不见得是说 最完美的这个法案 但是他可能往上提高了一个 里程碑 对那希望呢 未来的更多的法案 都能够尊重原住民族的一些 文化土地权益 生活权益 谢谢咯 这收到这里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们的节目 每次前面都会选择几篇 跟台湾地区原住民 有关的一个新闻 然后来让大家知道 目前台湾政策 原住民政策的最新动态跟动向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也一起来参与 然后去认识这些东西 不只台湾啦 如果你未来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原民的 对 讯息也可以让我们 没错 我就是虽然我是实习生 但是我还是 有时候还是可以交一些作业这样子 对啦 我们需要一些国外的一些资讯嘛 我发现上周有好多的新闻哦 你看旷业法也已经做了修正 然后原建法 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变革 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好好地聊一下 这上一周 好像原民界也有两件 我觉得算是很重大的趣闻 我们来谈谈吧 对 不过有几件事情 可能就是说最近都还在时效性啦 不过我们不见得 每一周都可以讨论到啦 好 那接着呢 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时间 那这个访问的对象呢 不是你 也不是我 是我们这个原事新闻 daily新闻的这个采访记者 daily是什么啊 daily就是每日啦 每日新闻啦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电视 原事 晚安报新闻 里面采访的这个所有的记者 哇 可以知道原事的这个秘辛 我想很多普罗大壮原住民的族人 都想知道什么叫daily 对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新闻报导呢 我们都尽量客观的角度 然后针对新闻事件来做这个平衡报导 但实际上呢 这个记者在这个采访现场 多多少少嘛 他们会有一些个人的观察 但不见得都会放到这个新闻的新闻稿内 所以呢 相信这个部分很多人都会好奇 这个新闻记者的这个采访的现场的经历 那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呢 我先跟大家来前言一下呢 就是日前才刚刚公布的 第34届的金曲奖入委名单 那日前就传出了一个小小的争议 这是一位排湾族的歌手叫做Givy 他在本届的金曲入委三项的大奖 但是这个专辑歌曲当中呢 有一首歌曲叫做排湾圣诗 但是呢 被这个杯男主的歌后 纪小军在网路上指出呢 他认为这首歌曲的旋律呢 明明就是这个杯男主的作曲家 陆森堡的《蓝语之恋》 但是这首歌是没有清楚的标明出处 因为除了纪小军过去 在他的专辑《蓝语之恋》 另外这个重唱组和男王三姐妹呢 都演唱过这个陆森堡的作品 所以他们对这个 这首歌曲呢 也都非常的熟悉 对 不过今天呢 这个事件呢 我们就要请这个 我们这个Daily的这个记者 Badu 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欢迎Badu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宜兰大同乡的Badu Badu Badu在我们布鲁的意思是什么 石头 但是在我们泰雅族里面是 一颗蛋的意思 软就对了 明实的蛋 鸡蛋碰石头 过去曾经 软啊就是对啊 蛋 OK那我们先请那个Badu 可以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在采访这件事情的一个 来龙去脉 应该是说其实 第三十四届金曲奖 我本身也是走一文线的 就是采访报道 他说他要开发这个一文线 目前是 对 刚好 刚刚好 就是刚好那个 就是入围名单公布之后 隔了两天 就刚好有看到那个 新闻上 我前一件事情看到新闻 然后后续看到 季晓军在他的个人社群 其实个人社群的脸书上 其实有 有说到说 这首歌其实 好像 就是这首歌其实初次 初处其实是来自 呃 悲难族的林森堡老师的作品 然后可是因为 陆森堡 对对对陆森堡 你刚刚讲林森堡 陆森堡 不根本是林森北吧 没有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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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装严一点 装严一点 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陆森堡老师的作品 然后就是 有好像有事 疑似是说初处 没有去公开的表明 然后我就 当天发生的下午的时候 其实事件的时候 那个制作人 呃 应该是说歌手的制作人 阿宝姐 其实有在 也是他的粉丝专业 其实有去做回复 他就说 其实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 就是排玩盛世的 反正排玩盛世的 其中一首歌 诶我们这边先了解一下 你刚刚说 季晓军 他的执意的点是什么 他起先的执意的点是说 这个初 应该说他听完这首歌 其实跟他们 他之前有自己有 也是自己录制一首 他自己的歌 对 然后就觉得他的旋律 各方面都很相像 其实这个应该是说 初处 完全就是 陆森堡老师的作品 对 可是当下 制造这首歌的时候 他们的制作人 没有公开 就是没有公开表示说 这个 这个 这首歌的出处 是在哪里 对 对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引发了一些争议 对 那我不晓得说 你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这首歌曲 或者说专辑的制作人是 阿宝嘛 或者说 歌手他本身 有对这件事情 做什么样的回复吗 应该是说 其实 那个看到是 阿宝 他制作人回复之后 然后 其实 这件事 所以他可能 对于他未来的创作 各方面来说 会比较 谨慎一点 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我刚好也在社群媒体上 follow到这一个新闻 就看到 季晓军他自己在自己的脸书上 破文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 就是贴来贴去 就是回应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 我其实有点好奇 因为后来你的采访当中 你也去跟陆森保老师的后代来跟他求证 那后来你得到的说法是什么呀 后来其实也感谢就是我同事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本来也是想要用第三方的方式去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之前也有看到我们同事有一个叫小鹿哥的同事 他本身也是我们三种 因为好像跟他家族有关系 刚好就是陆森保的孙子 对对对对 然后刚好其实在北部中心也有一位他的孙子辈的孙子 孙女孙女 然后我就询问他说 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家族的一些人去做回应 联络陆森保老师的孩子去做回应 那其实 我那时候跟他的孩子联络的时候 其实他就说 其实依照他爸爸的 就是流传下来音乐的本质 对 就是 其实就是散播爱嘛 那完全也没有 也没有就是说什么侵权这些东西 所以只要是把他的宗旨传下去 然后没有任何的争议 然后我也听说好像他们这件事情 他们家族也没有太大的 太大的影响 或是有太大的争议 对就我所知陆森保老师 他以前也是算是天主教徒吗 对 他在晚年的时候变成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甚至呢 为就是天主教的一些圣诗 有谱写一些 就是他北南族的歌曲 那这可能就让我想到说 可能在十九世纪基督宗教来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很快的很快速在这个原民的生活圈嘛 就是越来越多人来相信这个基督宗教 那当时呢可能就是很多的传教士 所以可能把原住民族的歌曲来谱上这个原住民族语的圣经的内容 对 对来做结合 那我相信在当时呢 有哪些歌曲 他可能是古调 那有可能是近百年创作了一些原民歌曲 那他怎么样子融合到了这个原住民的圣诗当中 这当中可能有些不见得是那么的清楚的被标示 因为毕竟在那个年代不是说大家都有一个著作权的一个概念 是 我在你的就是在巴独的那个新闻的报导里面 我看到一段话其实我觉得蛮能够体会的 就是说如果说以陆老师如果还在世的话 他当然是希望就他虔诚的 就是对于神对于上主的这样的前进 他肯定希望更多人要透过这个音乐 然后认识神可以这样说 对 但是这样 但是我也可以体会到这个基小军他的点 其实就是说重点是不是要有一个著名出处 所以他是不是有提到像是什么没有做功课吗 对他是说 季晓军的个人社群他是写说 就是这首歌出来的时候 其实旋律各方面其实 应该是说要回想 那时候其实有再去深入探讨这件事情来终迈 然后刚好排湾族盛世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在深入的上网去查 而且真的在社群上面其实也写说 这首歌其实是排湾族 由排湾族与他族的传统旋律改编而去做创作 所以其实相当之下他组的定义是其实就是已经是 不是证实来说就是他们刚才原本就是排湾族盛世 所以因为依照这个方式的话 我就就是应该是说其实他就知道说 其实本来就不是排湾族盛世 应该是不是全部都是排湾族盛世 所以刚好就是讲出出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就是确实是应该是陆生堡老师的作品 然后去衍生出来的一些歌曲 改编啦应该是有在这改编 那我这边是蛮想要问这个Vado啦 就是这个采访当中 其实很关键的 不管是季晓军歌手或者是GIVI歌手 你这边有联络到双方吗 有我有先询问双方就是季晓军这边跟阿宝 其实当时我事先联络了季晓军通话的时候 他就说就是不受访 然后另外那个阿宝的部分 我直接联络经纪人 经纪人就说其实在网路上 其实他们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就不愿受访 避免这个争议在演示 也有可能就觉得说 为什么就是只有我们这边去做回应 我会是怕 因为我有看那个季晓军的那个脸书 他讲到说 有些媒体可能写说季晓军怒吼之类的 他这边有做一些澄清嘛 对对对对 他最后续其实有在回应说 我们圆明台应该没有这样写吧 我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 圆明台保持这个客观公正的这个方式 对对对对 我们都是以公正的方式去表明的立场 对对对 我们也没有想说怒哄这件事情 OK 我们在转述的时候 不要太过那个夸张 加油添醋 对对对 那其实呢 从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衍生到 其实很多的原住民族的歌曲 刚提到嘛 我们的鼓调是怎么样子 或者是在近百年来的一些创作 像是林班歌曲 其实有很多 他不见得是我们可以找到 他的那个词曲创作者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使用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使用 其实这也是蛮值得去讨论的 因为我相信现在很多的 原住民的音乐 其实他现在也有一个 算是一个地位嘛 算是一个曲风 那有很多他融合了雷鬼 他融合了嘻哈 那他原民的元素 其实很多都来自我们的 不管是传统的歌曲 或者是新创的 近百年的一些原民歌曲 这个部分其实 我不晓得说 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今天 UMA真的是有做功课 竟然延伸到 我可以提出一下 提出一些问题吗 因为其实近期我有在 就是 因为刚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然后我近期有去 去语言乡 就是我那时候有去 那个南澳 然后他们近期也有 就是 也有就是在展览一些 古谣 古谣的一些歌曲 然后其实 但是 我有一个盲点 就是 我那时候去采访他的时候 原来他其实是有版权的 但是这个版权不是 就是南澳是泰雅族吗 但这个版权完全不是泰雅族所有 然后我就想说 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他们这个有版权 可是他们是去 去收录到 其实之前 好像有一个老师 这是非原名 他去 可能去部落 直接去收录这首歌曲 就是用单论的方式 然后但是这个老师去世之后 他去 他在 就是在世前 其实有成立一个协会 就变成是说 这个该名 这首古谣的 版权 变成在 收录在 那个老师的 就是协会里面的版权 但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不是 在针对原住民 真正的版权 他本来是自己 本来是泰雅族的歌 可是 变成版权 变成他 就是不是非原名的人 去做版权使用 你听起来 我觉得像是传统 原住民传统 智慧创作保护条例里面 相关的事情 对 对 就是为什么要有 传制条例 保护这个原住民族的 传统智慧创作 那刚刚提的 我不晓得说 这算不算是一个个案 因为这听起来 算是过去很多的学者 不管是日本 或者是很多国外学者 来台湾 他们可能有做一些采集 那这些东西的内容 它是不是要归还到 现在我们在讲 转型正义 是不是回归到 原住民族的这个主体 那它如果说有相关的版权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们需要去问专家 而且针对这个个案 来去做讨论 因为细节是怎么样 可能不便多回应 因为不太清楚 我觉得回到Givi的 这个个案里面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 就是现在的原住民歌手 特别是年轻歌手 很多时候都是 鼓谣翻唱 就是新瓶装旧酒 重新包装 那的确在 如果这是一个 传统的歌谣的话 那一定要把它 写得清楚一点 就是要小心 不过我自己看 那个阿宝那边 就是Givi的 制作团队那边的回应 我也能够理解 就是有时候他觉得 因为他是说 在盛诗上面 他就是写嘛 就是写排华盛诗 但是他有提到 有参考其他的族群的音乐 然后改编了 对 那我觉得 确实这个东西 要很小心 不然容易就引发争议 特别是造成 就是那个族群之间 搞不好有点小对立 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很多 在教会的体系当中 其实创作了很多的歌曲 对 尤其在那个年代 基督宗教刚来到 台湾原住民社会的时候 其实我不晓得 你知不知道一首歌叫做 古鲁玛 我知道 布农族的牧师写的啊 对 经国宝牧师写的 其实我在 我有听过其他族群的版本 然后呢 从前有被改编 是是是 然后我想说 这个不是我们那个 布农族的某一首圣诗吗 当然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圣诗它的目的 也是去推广 对也是让更多的民众 可以去了解里面 这个圣诗的一些意涵 对 那至于是 它的背后细节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做讨论 我觉得未来一定很多 更多这种翻唱圣诗的 这种族语歌曲 那有这一个前驱之鉴 大家就是要小心一点 记得去查好 把它的那个前世今生 都把它写出来 前世今生 没有我只是想讲说 因为我自己还有在问 那个 宗公就有回说 就是阿公的 的那些歌曲的产权 其实是在 他的子女们身上 所以事后 也有在跟宗公讨论说 那我们是不是 要来讨论说 现在是在 宗公他们那一辈嘛 那接下来 轮到可能 宗公他们那一辈 然后再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 我们家族内 其实要来开会 来有一个共识是说 那如果未来面对 越来越多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 跟我们家族里面 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做法 这样 好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呢 这个陆轩 他其实是 陆森宝 老师的 算孙女辈了 对 孙女辈 所以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位记者 前辈记者叫做 小鹿哥 他也是孙子辈 对 对那这边 做一个前情这样 OK 没错哦 没有我刚刚觉得 我就是很感动啊 因为我觉得子女 或是孙子女体贴 爷爷或是外公 生前的对于信仰的 一个前程 然后做这样子 我觉得我其实在看到新闻的当下 我其实蛮感动的 对 对啊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就像新闻那时候播的嘛 就是他们并不想要落入于 就是个人 智慧产安全的这种立场 去看待这些事件 对 对 因为毕竟 其他的教会或者是 收纳到盛事里面 可能对于原作者来说 他也是乐见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原住民有时候 就真的很喜欢分享 其实并不一定是要斤斤计较 但是就是法律怎么样规定 还是怎么走 比较好 对啦 或者说有一个尊重嘛 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出处来源 提到 对 那我相信其实原住民都很 这个很正面的去看待 这件事 我想这也是季晓军 我觉得也是季晓军 他当初的初衷 他只想要知道说 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这个可能的状况 对 对那周公也有回应说 也是蛮感谢季晓军 提出这样的质疑 不然是可能 这件事情可能会继续 不清不楚下去 嗯 OK 那把杜有什么要补充吗 最后 应该是没 哈哈 没有就 大家好好 就是出处显明去 但是原民歌手的 这些 最近的 一些创作 或者是 音乐的一些 呈现 都越来越丰富了 而且很多年轻的歌手 都很棒 真的 对 都觉得哇 听了好厉害很多 我喜欢Givy这张专辑 To be honest 我去年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好好听哦 你知道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歌手入围的 好像叫做 阿波斯 阿波斯 对他也是 又入围 也是很厉害 真的吗 听一下 不论的 不论的 今年的那个 就是 金曲的评审 他有特别去 提出原住民 原住民歌手的专辑这部分 其实有很多 就是比以往 有别以往的 就是报名的人数来说 今年是大爆发 就是比 建树很多 哇 相信品质也是非常的提高 他们有说他们在就是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激烈的 真的是原住民族的一个文艺复兴啦 对对对 好 我们拭目以待今年的金曲奖的 大爆炸 揭晓 对 7月1号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今年第八届原住民族语言单词竞赛的全国决赛呢 是5月27号到28号才刚刚落幕 那袁明慧表示呢 今年是参与人数历年最高 在全国15个县市呢 就总共推派了85个队伍来参赛 可以说是非常的竞争激烈 不过今年呢 也出现了一个插曲 就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八棱国小呢 就传出了因为裁判的误判而出局 无缘晋级 那校方呢 也在第一时间提出了申诉 但是大会却是回应要以裁判的判决为依规 然而后来回放的这个比赛画面之后呢 主办方也证实是裁判误判 但是八棱国小呢 是已经无缘晋级决赛 所以校方决定在28号的上午决赛 最后一天赛程呢 站在这个场外来举行记者会 那这场记者会呢 是由我们这个daily的金亮 来去现场采访的 那我这边想先请这个金亮 跟大家来说一个哈喽 我是来自不优马南王部落的金亮 哎呀南王部落 不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重点吗 对啊而且声音好好听哦 你发现他们后辈的声音 或者是训练都非常扎实 非常扎实 哎呀先来称赞一番 哎不过在讲这个 我在讲请他讲这些 我想知道说 是念八棱国小还是八棱国小啊 当然因为我有先查这点 是有三字绑旁的吗 因为我小时候去桃园的时候 我记得他就看上八棱下八棱嘛 它有一个上八棱跟下八棱 跟这个八棱国小是不同字 哦哦哦对不对 对对对对不对 对不同字 所以你说上八棱是没有错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又是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 他应该是附近吧 八棱国小 应该就在后山 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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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以前在審稿应该都有看过 那这边先请那个Gindang来讲一下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了 好 就是第八届原住民族与丹慈禁赛 他的决赛是在27、28号 然后这一件事情是在27号的时候发生 而申诉方是巴伦国小 然后他们是希望透过泰雅族民族议会的 欧蜜韦朗牧师来帮他们来声援 对 然后这件事情是蛮临时的 因为28号就是总决赛 然后接着就要来进行颁奖 然后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就 我就这个讯息接收到 我就联络到蜜韦朗牧师 然后那时候他说他现在还在忙其他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很棘手 他们要先赶快跟主办方他们去厘清 还有说到底他们还能不能晋级 那到底裁判到底有没有判错 然后之后他说他们忙到了半夜一点多 然后早上呢 我就按照他原本说的采访时间要到现场 那在车上的时候他要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他们原本要取消记者会 对 然后他们以为他们有晋级的机会 那就是他就说 因为裁判他们回放影片之后 发现他们真的误判了 就是有两个单字 对 那两个单字 呃 杯楼跟哥哥 对 然后呃 学生是讲出了正确答案 但是裁判误判 说他错 对 然后他说当初 呃 主办方是不愿意去回放带子的 对 所以那他们一直积极争取 那主办方才又再回去看 然后就发现真的是判错了 对 然后但是他们晚上11点多的时候 主办方就跟他们回复说 真的是我们判错 然后你们的名次是并列第八 因为那时候在比第八名的资格赛 然后他们校方不接受并列第八名 校长就表示说 诶 这个第八名对他们来说 就是没有办法给小 这么努力准备一年的小朋友一个交代 那第八名我们不接受 但是这个记者会他们还是要开 但是呃 我在文稿里面没有写到是说 其实这个巴兰国小不是唯一的案例 对 其实还有新竹 新竹的哪个国小 对 呃 这部分我 要去查清楚 要去 要去 对 对 然后 呃 尔米威尔让牧师是说 原本新竹的校方 是要瘫痪整个比赛的 哦 所以他们也是受到严重的影响 对 他们原本是要 号召很多人要来瘫痪这个比赛 但是尔米威尔让牧师是说 他们当天没有动员那么多人 只有巴兰国小的校长跟足以教师来现场 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比赛继续进行 对 因为一年 那学生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 那他们想要继续举办这个记者会 其实是只是想要来凸显问题 嗯 因为过去几年他们也有遇到相当的问题 但是依然是没有得到很很好的回复 对 所以这次希望透过记者会来凸显问题 对 那问题就是在于说 他们当下就在十分钟内 赛制式十分钟内结束之后 你有问题要提出申诉 对 申诉书 那他们提出之后呢 呃 呃 我没有让牧师是表达说 他们一直在 他感觉是校方这边在无理取闹的感觉 因为他们提出的申诉是说 呃 学生回答这两题是对的 但是裁判判错 嗯 但是在申诉的规则里面 你只能对大会的秩序 还有参赛学生的资格等去提出申诉 那裁判的判决是没有在申诉的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申诉就是有 不成立 对 就是不成立 但是当主办方回放说 他们真的是判错了 给他们第八名 然后在现场也道歉 但是在现场的氛围就是说 感觉 嗯 主办方就是做了他们 在那个时候可以做的就是道歉 对 然后承认他们错了 但是在现场感受到的是 呃 教学的足语老师他哭了 因为他原本正职是呃 护理师 在项链的护理师嘛 对 然后他也兼职项链的足语老师 他就说 呃 他带的学生在现场就跟他讲说 我 老师我不想要比足语比赛了 我不想学足语 我不要讲足语了 对 因为对他们来说 就准备一年的比赛 那我回答对了 那为什么被判错 那 那我既然 我既然没有就是只能并列第八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很大的打击跟伤害 对 那我这边想先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巴伦国小他的原本那两题的分数是加回去的话 他们的成绩是能够进入八强或者是更好的名次吗 可以 他们说他们的成绩加回去的话 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八强 对 然后那他们也说他们之前的分数都是蛮好的 都是有可以进到前四啊 或者是去比那个冠军赛这样子 就胸有成竹啦 对 我相信是预备了一整年来到这个地方 那从的确如果说是本来 在正确的这个回答的状态之下 你的分数可能是能够晋级的状况之下 我相信对小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气馁啦 那我知道说这个大家现在在推足语嘛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就只是学足语的一个手段或过程 但是你只要是把它叫做竞赛 它就有它的规则跟它的公平正义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一块啦 因为这跟我们人生当中 从小到大去学习团结 去学习荣誉心 都是有一些关联的 我不想马昆迪的想法是怎么样 在国外也有这个所谓的spelling bee嘛 拼字比赛 特别在美国在北美区 他们是 诶 他们的这个竞赛是在体育台直播的 对 可见呢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以及这些这个活动之竞争激烈的 大家都能认真看待 嗯哼哼哼 说实话 我有看到圆明台下的标题什么 足语竞赛同 就儿童的同 我说你不能叫他同 你要叫他选手 OK 对 但是在里面是有放选手啦 只是说标题是这样下 然后我真的想说 这些孩子嘛 我告诉你 他们的那个能力 就是如果在spelling bee在北美的话 那些小朋友的那个拼字能力 大部分的大人都强 他们的训练是每天都是五六个小时 在背那个单子 背字典的 对 我就跳出这个新闻来看这个 这个足语单词竞赛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 为了这个新闻 我去看了某一届的 我必须说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 一组一组去拼嘛 对不对 去对战 那一组呢 他就是会念一个词 我看到的环节是这样 就是可能五个学生 然后他们面前都有一支麦克风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说 我现在要讲足语 不是老师对不起 应该讲说叫pronouncer pronouncer就是说话的 他会讲一个词 然后他讲那个词的时候 那个选手们就需要回应说 这是什么词 然后五个这样轮一轮 有时候只有一个有答对 我那一次是说 我建议大家去看 然后去关心这个 你说的是国内的吗 对国内的啊 然后 所以我看的时候 因为这一次新闻让我觉得 哇这是一个捉对厮杀的一个 非常刺激的活动 可是我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说 欸就很可爱 你就看到 呃 选手们 就是其实很多词 简单的词也不会 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的重点就是 我的重点就是 虽然 我们觉得他没有那么的刺激 但是他们都是认真准备的 有的学生是 有的学校是很看重 看到的可能只是出赛啊 那相信这个可能已经要进入决赛 其实我看到的都是几乎都打对的哦 你知道错哦 我在现场看到的时候是 他们几乎一看到题目 就麦克风就拿起来 就说2 强打了 就已经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 像初赛我有去采访过 他初赛其实就像老师刚刚讲的状况 可能五个人他才打对一题 或是 可能就都不讲 然后整队就输了 这可能分数 都是二十几分 智在参加啦 对对对 但是到决赛的时候 大家都很快 就是反射性的可以想到 哇那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以前也去采访过 我看到了基本上就是 顶多就差一题或两题哦 非常的竞争激烈 所以你要看 有些国小他们是历届冠军的 你知道他们怎么准备吗 哇那些同学 所以 这次的冠军好像就蒂摩尔国小 跟某个国小 他有分不同组 像我自己的母校啦 高雄新中国小 季军啊 不农语的是 一般组是季军 但是我们在那个 冰维语组是冠军 哇哦 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你刚讲的 这个北美的叫什么 Spelling Bee 还有像是 汉文化的国家 他们其实有像是 成语比赛 或者是类似 自音自行 自音自行比赛 那看到我们原住民族的 这个族语单词竞赛 其实他的强调 我觉得重点不是说 学生在竞赛 他反映出来的是 我们对这个文化的一个认知 跟学习 跟展现这个文化脉络的一个精神 嗯 我现在想对那个小小选手们 就是对他们喊话 我觉得如果 人家把你误判了 但是你自己很努力的学习 那真的是你自己 那个语言会留在你的 写意里面 然后你不要因此就是说 哎我不要再学族 也不要这样子 你暂时一时 然后语言是一生的 对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可以体会到说 可能会有阴影啦 毕竟对他们来说 他可能如果他今天是六年级 那我就是最后一届啦 哦对 那我可能也准备就整整一年 我都有机会 胸有成竹 可以拼进决赛 你有国中组吗 哦是有 有那就国中再继续再借再利啊 不见得国中都一定可以组队参加吗 或是国中的时候 他的 maybe 兴趣已经变了 对不起 你不要转向我们的那个氛围好不好 好好好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我其实在这一次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新闻 我是真心的 他让我去看了去年或者是前年的一个 就是竞赛 比赛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让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的 我其实觉得是非常正常 不过我也看 为了这个事情 我找了那个spilling beat 他们之前也有一些争端 就是 确实就是 例如说好了 拼一个英文词 然后这个词呢 那个评审觉得只有一个L 单词里面 因为他们字母拼字嘛 他觉得只有一个L 可是事实上 字典给予的是两个L 然后有一个妹妹 在2013年的时候 这个妹妹她就是 因为这样然后就失去资格 后来还是有办法 就让她再 再回去比赛 就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应该是说 为什么主办方那边 为什么是选择将错就错的态度 而不是拨乱反正的态度 就是说即使去反应 然后去执行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 比较想看到的吧 就算是北美这种行之有年的 这个比赛呢 他都有一个拨乱反正的机会 你仍然可以申诉 而且他的那个申诉的那个 反应是很快的 你可能就是像这次好像明明他隔天还有赛事 他也不是最后一天的赛事 而是隔天还有赛事 为什么不在那个晚上做一个危机处理 或者说他可以加了一个种子 对啊你再多一 你再多一对没差啊 就多一对再一起比啊 不过不过你刚讲这个 北美的这个比赛 他可能是行之有年 嗯 那毕竟我们圆明单是竞赛 第八届了 我要讲第八届了 你可能美国是一百届了 谁知道 美国是真的是已经至少七十年的历史 对啊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这次不管是主办单位 圆明会 或者是圆语会 他们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制 是 对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个金亮啊 就说我不晓得中你在这边采访的过程 他们有提供这个画面吗 我记得他们有做所有的那个直播嘛 这边有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状况吗 我当下采访完其实是 有要跟他们要当初的比赛画面 但是他们是表示说 没有办法提供 所以我们想说 那这个大型的比赛 我们有看到有现场 有线上的直播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他们官网的直播 也不是官网是YouTube直播 但是没有发现27号的直播画面 没有留下来 那我刚刚查的时候 也是只有留下28号颁奖跟决赛当天的直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他们再去改正的地方 那我不晓得说圆明会或圆运会他们有做一个未来的因应的一些想法 他们是说那除了是书面的申诉管道之外 他们也可以想一些比较高科技的第二方第三方的这样高科技的在比赛现场 可能在另外一个小房间有另外一组人用电脑啊其他科技去监看整个比赛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不会再碰上说我们人力不足设备不足的问题 然后可以让申诉房可以有平有据 然后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 因为当这样的比赛到了一个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我相信有这样的机制 大家也能够心服口服啦 对我觉得在学习族语嘛有一些竞赛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那你得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荣誉 这个也是一个真正的荣誉心 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到底这个比赛他的首奖是多少钱啊 大家这样趋之若鹜 然后捉对厮杀那种感觉 到底他的奖金多少 他有奖金只是我没有记住欸 不要现实一点啦 这不是我们新闻的重点啊 对不起 但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对对对 因为我相信很多族人可能想知道嘛 就是欸那我要让我的孩子 赶快去参加这个单词竞赛的选手 让他就是尽量参加 可是我不晓得就算是得到了奖 那这些奖金应该也是归学校或者是 让他们整个比赛团队去运用吧 哦 就买更多的字典 哈哈哈 也很好 买字典我们有足语词典 对对对 提供让这个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去研发更多的 没错 足语词汇的一个编撰 那我不晓得说那个 GameBiang在那个现场采访的时候 看到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 在决赛的一些氛围啦 你的想法对小朋友 现场他们的一些 比赛的一些 对不起我要跟着你 不要叫小朋友 好好好 选手 各个精英选手在比赛的一些看见 或者是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呃 在出赛的时候 就是在各县市的出赛的时候 我去采访的时候 其实 我有去采访过的就是国小的 那他们其实 好像不太知道这个叫做比赛 他们觉得他们来玩 然后老师要让他们进入状况 可是用游戏的方式 所以他们在场边就很开心 对 对然后但是到决赛的时候 他们决赛十点开始 我十点前就到了 然后我就去看一下现场 他们其他叫做很安静 然后就在翻书 查字典 然后电脑都打开 然后脸都是很严肃很紧绷的 对 对然后我下午场再去他们颁奖的时候 大家都超热闹的 然后像新中国小嘛 他们是宾伟与别的冠军 对 然后他们就来就是 呃老师来受访的时候 老师的脸上就是充满了 就是笑容 哈哈 自豪吧 对很自豪 终于这个比赛结束了 然后也得到很好的成绩 新中国小得到两个奖嘛 刚刚有提到 对 宾伟与别 对不起 宾伟与别他在哪些范畴底下是宾伟与别啊 呃 像拉鲁阿族 对 哦 对对对 哦 我真的建议哦 没有去看过这个单词竞赛 就要看一下 就是他真的是 如果是宾伟与别的话呢 他的比赛方法就是两个不同的宾伟与别 然后 虽然站在对面 但他们也听不懂彼此的话啦 就是 一般族也是一样啊 对对 一般族也是一样 比赛方向都一样 只是说你不同 你不同族 这样 不过这样的话 我不晓得说不同族的这个 呃 语会 嗯 他们的一些难易度啊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间别度 呃 这样又开启了另外一个争议 我觉得他的脸就是整个就是 就想要放生自己 对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就是 可是我 我觉得听到你说孩子们都 对不起 选手们都很开心 让我也觉得很不错耶 可是小朋友真的 对啊 选手真的很认真 对对 对啊 这就表示说其实我们这个方法 是让学生 有一个荣誉心 然后去学族语的 所以呢 这个机制就很重要 对 所以未来呢 这个部分如果改善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面的 最后的问题 裁判你有访问到吗 他有反反应什么吗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愧疚 初面解释的是裁判长 但是我们新闻主要就 其实没有想要针对那个裁判 是大会的处理的 呃申诉的管道制度的问题 所以裁判这方面没有多写 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要攻击他 是 也没有必要造成说 对 大家针对谁啦 对对对 但是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呃 裁判长是说 因为当时可能在 呃 在现场评审的那个老师 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 对 然后临时换了一个老师 对 对所以可能是老师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 可能身体因素影响他的 误判了 对 嗯 对对对 好的那如果说未来有可以更好的解决方法 我相信小朋友们也会更努力的来学习主意 选手们 小选手们 对对对对 好不好 对对对 好的感谢金亮今天的带来的这个新闻的一些解说啦 我相信记者在现场呢 有些东西不见得写的进去了 毕竟新闻大概一分半左右嘛 那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内容 让记者在现场可以很多的一个观察跟体会 对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第一手的观察 还有你的分析 真的很棒 好也谢谢来关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来分享那个在现场看到的所见所闻 好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多多的来分享 一起来讨论啦 就是圆明的相关的议题 yes 谢谢 谢谢 世代办公处报告 世代办公处报告 从台中一中到台大校园 接连爆出校园歧视争议 台大日前举办言论自由月活动 其中火冒4.05帐布条 烧起原住民学生生学保障制度的争议 也引发各界对于言论自由与歧视言论间的尺度 当台湾教育太过强调分数与竞争 又要如何促进民众 对于原住民族文化理解 落实全民原教 而学校老师 藉由校内文化学习社团 推动全民原教时 又遇到哪些困难 邀请您收看 每周三晚间10点首播的 原氏世代对话 好各位收听的听众呢 如果你有想要讨论的议题 可以在Apple Podcast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你想了解的原住民族议题让我们知道 或许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安排讨论分享 我是Umas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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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发望 未来 订阅